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原大命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原医生 你好 是 你好 大家好 是呀 是呀 我们知道初生出生的BB就需要用尿片 原来发觉到现在我们在一般超市的情况下 都看到有很多成人的尿片出手 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发觉到原来很多人受到一个问题的困扰 就是流疗的方面 余医生 你有多方面的医学背景和处理了这么多病人呢 那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 我相信有些人去日本去旅行去买东西 我最近都发现了这个情况 日本是一个很明显是人口老化的国家 其中一个现象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超市很多药房 就有很多成人的尿片 不是那些BB尿片 是成人的尿片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漏尿 或者说漏尿的问题 其实是越来越普遍的 那在医学上呢 我们叫做尿失禁 或者叫做uninary incontinence 都是很普遍的问题来的 在发病里面呢 女性就比男性稍微高一点的 那可以解释到 始终男性的尿度 那个音部是比较长一点 那女性就是比较短一点的 而且很多時候是因為女性懷孕,生了三個兒子之後 或者生得多,很多都是在這種情況之後 你不需要很彈簾,都會出現 所以出現這個問題的人裡面,其實任何年齡都可以 其中有一種我們叫做壓力性的療失感 比較最常見的 什麼叫壓力性的療失感呢? 其實說腹部的壓力增加,導致尿病被迫出 當然,腹部壓力增加同時,膀胱的活躍器收縮 是鬆了,兩次之下才會出現 當然有些人都會告訴你,尤其女性很多都說 當她打癡、咳嗽、甚至乎燒、搬重的事 很多時候就會出現 原來在香港的威爾斯親王醫院 曾經最近做了一個全港性的電話調查 她就在2001年至2002年之間 就訪問了調查了香港女性患濕感的 普及程度,以及對生活質素的影響 原來這個調查發現,竟然有52% 52%的有悲療系統不適症狀 而其中最常見的就是壓力性的療失感 當然,這是對一個人的社交情緒 某程度上一定會影響到的 一個成員人,你戴著尿片 尿片要換的,如果是嚴重的 你要找地方換 還有,你會看到穿的衣服 有些人會看到,是有問題的 所以很多時候會導致社交慢慢減少 不方便,廢出那麼多街 所以社交方面也會出現 一般來說,跟那個年齡的增長有關 以及生產生小孩的次數有關 跟養期、肥胖,這些都是影響的 香港的總計處理的估計 現在在2016年,女性出生平均的預期 是差不多87.3,相當之高 相對,這些壓力性的療失感人數 也會隨著增加 剛才提到的成因 在中醫方面的角度 會有什麼情況影響? 中醫認為這些壓力性的療失感 主要原因是跟皮、腎、膀胱的功能失調有關 亦都隨著熱量增加 亦都隨著熱量增加 那個皮藏的,我叫固攝 固攝 固攝,即是固攝 固攝,即是收緊的功能 腎臟和膀胱的氣化水液 和控制排療的功能衰退 所以會導致壓力性的療失感 在治療方面 終於都有不同的配方 亦都會同時用針灸 即是一定會試一下這方法 通常用腰底和小腹的穴位 例如百尿穴、氣海穴、關元、天書穴等 配合來加減 來幾圖改變這些問題 當然,在中醫來說 一定要辯證私自 才能夠做到效果 但你看到 中醫方面 很多人都會企圖 如果認識,都會試一下用下 還有一個,我們經常都聽到 很多人說的 就是用收縮匯陰 大家知道匯陰就是肛門和陰部之間的下面 即是可以說是臀部下面的一個部位 那裡的肌肉 其實沒有某程度上 控制我們陰部和膀胱的位置 少許都可以控制到 有些人說 你不如平時做一些收縮匯陰肌肉運動 其實大家都知道 例如小便 少許之後 你就收一收縮停一停 其實那時候 你就是用你的護陰肌肉 企圖控制膀胱的尿道 那個活躍肌 這就是一般人可以企圖去做的 另外,如果在同類聯法那方面 我們可以有什麼建議給聽眾呢? 在我們的治療裡面 我過去的經驗 我就是基本上是用同類療法 為一個主要工具 當然我都會建議他們可以做這些匯陰的收縮 除此之外 我很多時候都會配一些同類療法的療劑 在我們的資料庫裡面 在同類療法治療這一類濕感症狀的問題 其實療劑是很多的 差不多過百的 其中有些是比較大一些 通常顯示 同類療法的資料庫的經驗 是試過有百多療劑 可以成功處理 或者根治 或者改善這些問題 在我們的配療劑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很多的情況 其中一件事是什麼導致 同類療法很強調的 你有一個病 你有一個症狀 但還有一件事 我們要知道 是什麼因素引致這個症狀出現的 我們認為 如果能夠療法 這是很重要的 在我們同類療法裡面 配藥是很重要的 譬如在我們的資料庫裡面 會考慮到為什麼會出現 譬如有些很常見的情況 常見的情況就是 生了嬰兒之後 是吧 這就是令到她的 潑藥肌減弱了 在這方面的療劑 大概有六隻療劑 其中就是生甘車 Anica 所以我們經常都很強調 我們在孕婦 在生産一隻的時候 最重要是帶備生甘車 通常我們建議 你一生甘車之後 第一個療劑食就是Anica 很明顯的生甘車 是跟我們身體的勞力 操勞之後的肌肉那方面 是受了壓力有關的 除了生甘車 很多我們病人都已經認識 健康一點很多 家裡一定避免了 因為生甘車對一般的創傷 乳血、撞傷 是很有幫助的 甚至乎什麼呢 甚至乎那些中風 因為粗勞的中風 是一個很好的療劑 另外一個就是 薪 如果大家明白 薪 就是等於生甘 但你要了解 跟療法 很多療劑 雖然本身的材料 是有毒性的物質 但跟療法的藥 是一定要經過無數次的 無數次是幾多億 億分之幾的稀釋 所以到你成為一個療劑 其實本來的物質成分 就已經沒有了 已經稀釋度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我們經常叫人 你不要擔心 你聽名字 以為是生甘 但其實真正的用 是用療劑的能量 的頻率 跟物質是完全沒有化學的成分的 這個生甘 是其中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 Kors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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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用的 Korsicum 我們是叫做 柯性療 柯性療 這個療劑 通常是用在一些 一些活躍肌 失了能力 它鬆了 它收不到 在這種情況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很明顯 跟活躍肌有關 Korsicum 也是一個 常用的療劑 其中有其他小療劑 在這方面 如果是生甘後 或者其他情況 例如女性去到更年期的時候 當然更年期 有更年期的一套療劑 這個也有很多 即是隨著年齡 更年期 通常都是 不是因為突然間有更年期 通常更年期 也有些人 就會在懷孕期間 是吧 懷孕期間 所謂壓力性的 膀胱流療 很明顯 你的肚子大了 寶寶仔在肚子裡 還沒有壓著膀胱 是吧 很明顯 有一種壓力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同學療法 都有成二十幾個療劑 最常用得著 就是那個什麼呢 就是Pulsatela 大家對同學療法有認識 都了解到 Pulsatela 是一個 跟荷爾蒙的改變有關的 叫白頭翁 Pulsatela 是白頭翁 很多時候 女性而輕女性的華人 通常是賀爾蒙的有條理 所以白頭翁是一個 很上用得著 當然 我知道白頭翁的人 有白頭翁的性格 是 比較溫馴一點 情緒容易偷露 容易哭 很女性化的性格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叫做 蜜如濕 蜜如濕 通常人的體型 是比較瘟瘟瘟 是比較年紀大一點 瘟瘟瘟的女性 蜜如濕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 主要的關鍵症狀 他經常覺得 那個下腹 是內部有一種下墜的感 蜜如濕 通常是這樣的 除此之外 就有 身 就是我上次提到的 身 和鹽 這幾個 都是比較上 主要的 在懷孕期間 用得著的 濕感療劑 也有些人發現 他每次 性行為之後 都有這個問題 有些人 當然很多女士 在性行為之後 就會出現膀胱炎 但是這個 不單止是膀胱炎 他發現 是會有濕感的 當然 大家如果認識 和他療法 知道 我們叫做 膜月期的膀胱炎 有一個很主要的療劑 就是 非燕草 是一個很經常用得著的 和性活動有關的療劑 好了 也有些人會發覺 他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漏得很厲害呢 例如會咳 或者大力打一次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會有很多很多的 都差不多接近 一百的療劑 其中一個 就是 查英斯科的 Costicum Costicum 就是 柯性療 Costicum Costicum 很明顯 那個重心是什麼呢 是你的割藥肌 失控 即是沒有了神經的供應 那方面 是實控的 Costicum Costicum 我們很多時候 是用得著的 無論你是因為 大聲吸收 或者打癡 Costicum 是一個很重要的療劑 除此之外 譬如 那個 鹽 鹽型 或者 蜜蜂 這個也是大聲吸收 是導致的 所以 我們要考慮很多 很多方面 其中有些 譬如有些人 我們發現 年紀大的人 就容易出現多些 在尿堅大的人士 這類的療療 我都差不多有 三十幾四十隻療劑 我們都要辯證 譬如 在我們裏面的資料庫 發現 譬如有些 漏尿的情況 它們的療液 特別是濃味的 有些馬尿的味道 如果你能夠 拿到這個資料 就非常之好 因為 這個是代表一個 代表一個療劑 是叫做 Benzoic Acid 是那個 笨甲酸 這個療劑 這個笨甲酸的療劑 有時候 那些生蚊仔 賴尿都是 好像很臭很臭的 馬尿很強烈的 這個呢 我就會考慮 用笨甲酸 這個療劑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些 譬如 視乎 你那個情況 是我用得著的 那 剛才有些人說 我搬搬台台 搬搬台台 那種情況 我都有 有成六個療劑 其中 就是那個 馬前子 當然 Costicum 始終都是 因為如果有肌肉 肌肉 有很多情況 你都會出現這個問題 這個也是一個 可以用得著的 還有一種 是跟搬搬台台有關的 就是大家勞搬出現的問題 療劑就叫做 Rustox 野角 Poisoned Roostox Rustox 通常是跟運動有關的 有些人運動之後 有些人是僵緊了 有隻神僵 將它起床 它是硬了 但起床 起步初步 就很辛苦 但走回暖了 走回順了 就會舒服 這是一個野角 經常用得著的 所以 這幾個 都是可以用在一些 就是因為 勞損之後 是導致的 有些人就說 笑 大聲笑 都會出現這些問題 療劑都是 不外齊因素 我所說的 Cocicum 柯勝立 鹽形 馬前子 白頭翁 還有物魚 這些都是一種 和笑得很厲害有關的 也有些是 剛好和驚奇離 容易出現了 或者勞動得多 動得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同療法 但是 資料庫 治療 那個 漏療 那個經驗 是很多很多的 有些很特別的 你猜不到 我知道 當然你走路有 有些人說 我一走快了 就會有 是 這個有大療劑 但在同療法 發現 有些時候不是走路有 如果你是 你是躺下才會出現 這就是很特異的 是吧 走路有 很多人都覺得 是合理 是 但是為什麼呢 有些時候 你不是走路 你躺下才會出現 這些問題 這是很古怪 很特異的 在同療法 才有這些經驗 這些很古靈精怪 難以解釋的那些 我們的同療法 就有很多 是針對性的療劑 所以這個問題 在我們過去 都醫過不少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那些人遇到這些問題 真的覺得 不是很想帶療片 是吧 不妨試試這個 有五百二百五十名歷史的 英國皇室 維多利亞禮王以來 一直都用的同療法 可以幫助這個 那個流療這種的問題 那今天聽了 袁醫生的分解之後 對於這個困擾到成年人的問題 其實都有儲光在 不是說 只有唯一一個方法 只有用那個療片 就可以解決到 其實是可以 是更加 更加令你的生活 那個質素 保持回 就可以採用同療療法 那以上 剛才醫生提到的療劑 如果大家有興趣 有需要的 其實可以在我們的六倡店鋪裡 都可以出售 那當然 剛才說過 如果你都不太清楚 自己的情況 是屬於哪一類型的 那當然我們會建議你 就和我們預約 袁醫生 和你做一個 深入一些 詳細一些的診治的情況 可以令你真真正正的 回復健康的狀況 好 那今天謝謝 謝謝袁醫生 和我們的分享 那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理一下電話 和袁醫生回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聽眾 亦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回診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了 好,謝謝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